迪普受刑人继中继骚扰器 威胁女大生交付200万 我觉得最恐惧的是 为什么她会 就是知道我的地址 就是这么明确的 可以直接寄信到我的家 而且她并不是透过警察 而是她个人 从监狱里面把信寄出来 台中这名女大生好恐惧 因为日前收到一封 来自监狱的信件 寄件人竟是两年前 在她水杯下药 尾随她回家的 49岁灵性男子 我其实最担心的是 可不会对家人造成危害 2017年5月 女大生带水瓶到住家附近运动 就是运动完我喝水的时候 就发现水喝起来是有异味的 那当下没有想太多 可是过一下就感受到晕眩感 女大生立刻到医院急诊 将水送宴报警 警方调阅监事期 发现灵性男子 曾在水瓶放置处徘徊 还开车跟在女大生后方 同时她车上安眠药 和水瓶内的药物成分相同 警方以嫌疑人身份将她逮捕 女大生为此曾到警局指认 但不确定对方长相 加上证据不足 灵性男子或判误罪 不过灵性男子事后 因其他下药强盗案被捕 判五年多刑期 正在入监服刑 没想到两年过去 女大生以为整件事已经落幕时 却收到对方从监狱寄来的信 要求冤逾赔偿124万 和精神赔偿100万 否则再提告 比起索赔更让她恐惧的是 对方竟然知道自己家地址 其实我对于她寄信给我这一点 我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就觉得说这蛮倒是 对于一个被害人该有的 就是怎么过那么久 还要来承担这些 女大生质疑是法院判决书 泄露各自 律师林琼家指出 冤逾赔偿因是向法院地检署提出 女大生可不必理会 至于各自曝光 应该是对方看到笔录时 趁机抄下 建议向检察官或是监狱反应 要求适当处置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